金杰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也塑造过非常多的优秀的荧幕形象 其中应该说厂量人也不少 对对对 这我们现在回顾一下金杰哥塑造这些荧幕形象 你说这个 怕着水输沟 沾着水它输绿 这挂在树上水 它输啥 凤凰 啪 傻人贫 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我想老公娘吧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 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 我帮你找老公 要不然你说这人生毕不熟的 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吗 那你找着了 我想不给你 三哥三哥三哥 你看你这事看啥 那还说还不行吗 现在只有长的没有短的 废话要短的干啥又打不远 要长的 那那那这事包在眼身上 好 大家看到这些个形象啊 也都发出了这会心的一笑 不过这个 这些给我得问您 这些角色里有敞亮的吗 没怎么看出敞亮来 我都不知道这些这个视频 从哪找出来 就这几个不敞亮的 全被你们找出来 对 那这些角色当中 你觉得哪个挑战最大呢 刚才我跟这个 跟英俊也是小声敌故 我说这个都能找着 有一部戏是我接触电视剧 拍的第一部戏 当时还没怎么演过 甚至连演员的走位都不会 都不懂 另外一个人去了 全是专业的 咱又怕人家瞧不起 所以还得装作镇定 其实根本就不懂 只是自个儿通得看着去 所以说每一个角色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都不容易 那这些角色里边 跟您性格比较接近的有吗 这个你包括刚才演这个 是一个大队会计 双喜迎门 对对双喜迎门 里边就是有很多小聪明 像这一类的角色 我现在演起来比较得亲应手 因为跟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什么呢 也有关系 包括当初学戏曲 这个三发脸 后来又接触的曲艺 接触的二人传什么的 都能搭得上 您本身不是东北人 不是不是 我是河北人 但是你看刚才这个 像我不是王毛那个电影 那里边是个河南话 那个是人家是河南的编剧 当时就找你的时候 如果不会说河南话 这个我们就不考虑了 但是那个角色又非常好 所以我就得去 献学河南话 献学 连夜看河南的电影 然后用一周 学了一个大概先去面试 首先的人觉得你形象 是挺接近的 另外一个一看 在一周时间内 能说个大概差不太多 说后边反正还有时间 说说可以可以 这一看就很用功 对对对 确实是 所以这个既要有语言天赋 也得下功夫 对对 刚刚您这个双喜英文 包括很多您的影视剧 其实这个东北味 这个特别的浓 对对 这跟您后来学二人传 是不是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因为我这个河北苍州话 苍州话都是瞎在那 说这个味道 你看迎屏上表演 还是说东北话 很少有人知道 我是河北的 基本上一说 都是这个东北的 包括我和白哥 刚才那个春晚上那一段 当时他们就想找一个 这个东北级的演员 但是后来合作 都上完春晚之后了 然后他们才知道 你不是东北的 对上当了 我说我苍州的